老胡聊大V,满足您的所有好奇心 大家好,我是北漂老胡 咱们上个视频讲述了阿星探电的故事 之前有好多网友在评论区给老胡留言 说讲讲一个人穷游中国李英文的故事 那咱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来聊一聊 一个人穷游中国的故事 您到底能赚多少钱啊 也是好多网友已经说了很久了 那好了啊 也是首先来说一下一个人穷游中国团队 到底能赚多少钱 大概来聊一聊 粉丝从零到217万多呢 播放量低的在几万 高的在395万 现在视频呢 基本是稳定在了几万到20万左右 按每期4万的播放量来算啊 大家注意一个人穷游中国是每天更新4个视频 那每天大概呢就是16万的播放量啊 每天算下来总播放量在480万左右 视频呢是原创加皇位 那算下来每月的收入啊 大概是在1.5万左右 所以老胡预估视频的一个收入 那一个人穷游中国啊 已经在旅游领域啊 那特别是记录各个城市的美食旅行风景景区啊 等等的这个视频呢 播放的都相当稳定 那一个人穷游中国也属于咱们之前说过的 只靠分享视频带给大家快乐 作为自己的核心和主线来获得收入 当然咱只说的都是毛收入 还有一些成本的支出 如食材的成本啊 那最大的费用对于一个人穷中国来说啊 应该是交通费 住宿费 还有扣税啊 人类成本等等啊 那说到一个人穷游中国啊 了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是旅游领域呢 比较火的一位 那下面也是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一个人啊 穷游中国为什么啊 会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那这个不得不先说一下啊 一个人穷游中国 李英文本人是在最好的年纪 放弃了工作 放弃了学习进修高就的机会啊 开始了自己每天徒步 祖国大好河山的脚步 开始了行万里路 约人无数的征程 那翻开啊 一个人穷中国的视频 映入眼帘的是流水仗式的 记录着去过的地方啊 当地的美食美景景区等等 那聊到这个就不由的啊 让我想起咱们在古代 有一位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啊 写出虚压克游记的一位文化大甲 他就是用脚步丈量祖国的一山一水 写出了重要的一部地理学散文游记啊 那这个啊就是时代 就是科技日新业绩啊 就是给我们的普通人呢 有兴趣有爱好啊 想展示自我的朋友们啊 打好了一个舞台 那我们只需要用心 用自己的镜头和真情 传递给需要传递的朋友们 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爱好 来结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呢 有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 那互相鼓励 互相温暖彼此 那当然了视频多了啊 网友多了 难免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那大家互相理解啊 互相换位思考啊 这个就好了 那通过一个人 从中国的镜头和视频的分享啊 让我想起了啊 前些年很火的这个 旅游的这个游记 还有旅游的攻略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 会陆续的给大家来讲一讲 旅行领域的创作者们 让我们啊 跟着这些旅行者的这个镜头啊 去欣赏祖国的大美和善啊 打开一幅幅壮美的画卷 那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老胡也是一个 老胡也是一个人 穷游中国的自美体之路啊 祝 呃 他发展的越来越好啊 想听哪位大卫的故事 您能赚多少钱呢 那把他的名字写在下面 我给您下次分享 咱们下次见 拜拜